再来看到人口问题 目前在全球大约有八十亿人口 其中印度是人口最多的国家 但是因为贫富差距大 因此经济发展充满变数 除此之外 亚洲有多国面临到少子 高龄加速 劳动力断层等危机 公共场所人来人往 宽敞的大马路被挤得黑压压一片 这是印度第一大城梦买的日常景象 全国拥有十四亿两千多万人 被认为是下一个重要的人口红利国 经各种数据综合推算 印度恐怕已超越中国的人口数 称霸世界第一 然而印度究竟能否和中国一样快速发展 专家认为有待观察 非洲国家是另一个被关注的区域 由于公共卫生逐渐改善 新生儿死亡率下降 加上高龄人口不多 代表社会福利负担不会过于沉重 更有余力发展经济 中国则面临相反的情况 2022年首次出现人口萎缩 由于大环境和国民生育观念改变 专家预估到了本世纪末 中国人口将跌破1亿人 事实上少子高龄化是许多亚洲国家 共同的难题 人口成长缓步导致缺工问题日益严重 此外像是气候议题或粮食安全 都成为下一代人兼具的挑战 共识新闻两眼变异